Ladies and gentlemen, from Camden, New Jersey, the Royal Boxing Council Light Heavyweight Champion, the Camden Busser, Dwight, Mohamed Krawi. 拳击史上最矮的大级别选手之一,从监狱里走出来的街头霸王,穆罕默德·卡维。 德怀特·穆罕默德·卡维是一位美国前职业拳击手,他曾经是两个重量级级别的世界冠军。 曾在1981年到1983年期间担任过WBC和Ring杂志的轻量级冠军,以及1985年至1986年的WBA重量级冠军。 卡维在2004年入选国际拳击名人堂,卡维的职业生涯里获得过无数荣誉,不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,他学会拳击的场所不是拳击馆,而是美国监狱。 这哥们真是个人才,令人震惊的还不止这一点,身为一个轻量级起家,大部分时间再次重量级,最高打到过重量级的选手。 卡维有着令人惊异的矮小体格,电视台转播时他的身高显示1米70,但是网站上他的身高甚至被记录为1米66,比很多轻小量级的选手还要矮小。 如果这个数值是数十的话,那么卡维将成为历史上最矮小的大级别运动员。 我搜了一下,维基百科上面直接显示的是1米66,如果这家伙只有一米66的话,那也太牛逼了,居然能和拳王福尔曼干。 当然了,矮小的身高并不能埋没卡维的拳击实力,25岁才开始职业生涯的他,职业生涯贯穿1978至1998年,足足20年,他夺得过WBC轻重量级次重量级世界拳王。 与斯平克斯,霍利菲尔德和福尔曼这三位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的重量级拳王均有交手。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,他仅仅只被KO过两次。 拳王霍利菲尔德也将卡维视为自己面对过的最强硬的对手。 太夸张了,1米66打重量级,有没有搞错啊? 这是耍流氓的存在啊。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卡维的职业生涯高光。 卡维全生涯是53场比赛,41胜11负一平,25次KO。 其中轻重量级呢,打了22场,19胜2负一平,12次KO。 次重量级打了25场,18胜7负,14KO。 重量级打过6场,4胜2负,3次KO。 请 collaborations。 先吵醒敬词鳗来赛,1000负,11節,134块。 在打了17场,18胜7负一平,12次. 在干扫中,18胜7负,163偏买买买买买买乱买,190负一平,12次KO。 10胜7负一平,12次。 并且负一平,15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得不说一句,这是怪物吧